欢迎来到南明星新闻渠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有哪些成功的剧可以归功于CP感 现在,无论是综艺还是电视剧 宣传方式都离不开CP感 将娱乐作为宣传工具的做法 实际上是从韩国引进的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韩国的娱乐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综艺节目,偶像歌曲,电视剧 年复一年的塑造着我们的国家 我国综艺行业从奔跑吧系列起步 开始飞速发展 与此同时,韩国综艺节目的主要组成部分 CP也正式出现在我国的宣传中 自推出以来愈演愈烈 在最近几年,它有了显着的改善 近几年的剧集公告大多集中在故事主角的CP名称上 由于我国的成语历史悠久 很多成语都是四字同音的 比如吴这个夏天大部分时间都位居榜首 陆可以桃和地心引力都是因为CP捆绑 营销更简单,既能引流流量 又能增加作品的收视率 不过,我觉得有必要指出 CP感是一种形而上学 两位主角在外貌,身高,气质上相得益彰,很有夫妻荡的感觉 这让观众一头雾水,随后在微博广场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戏剧是唯一一个甚至有可能成为流行的类型 任加伦和谭松韵是锦衣之下的作者 任加伦在2019年末凭借歌曲锦衣之下的成功重振星图 任加伦的事业在大唐荣耀大获成功后迅速腾飞 但当演员在微博上宣布恋情时 事业戛然而止,势头戛然而止 直到锦衣之下的突破,她才再次匆匆离开小荧幕 让追随者无视她当时已婚育女的事实 抛开精彩的剧本和人物 任加伦和谭松韵的CP感无庸置疑 其中一个风度翩翩,另一个聪明可爱 路易和原今夏还是很多人的白月光 吴磊和赵露丝是星光璀璨的作者 说吴磊和赵露丝在7月属于他们一点也不为过 毕竟,每天微博上的热搜都有多个与他们相关的条目 大家都知道,吴磊克大逃亡这个名字既指的是锦绣星辰的主角 也指的是反英雄 因为一张照片,网上的人就开始猜测他们早在长歌行开播的时候就谈恋爱了 正因为如此,嗅觉高度发达的股市安排了他们的新剧合作 现在,他们的CP粉丝非常热情,乐队拥有大量追随者 显然,该作品还具有出色的传播品质 王赫露丝和鱼书心是苍蓝爵的作者 苍蓝爵已经从被一大群人嘲讽到被公认为今年的大热剧 他目前在爱奇艺上的热度排名第二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诡异情节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效 即便VIP播出了几天,热度依然很高 这也是王赫露丝和鱼书心化学反应不错的原因 微博上议论纷纷,即使VIP播出了几天,热度依然很高 如果男主不能把自己和女主的默契融为一体 再帅再完美也无济于事,他不会获得他想要的成功 无论是选角合适,还是该剧两位主演的强强合作 都是彼此在剧中工作的成果 在整个作品的播出过程中 他对CP的宣传一直保持着积极的态度 胜利和失败都计入角色点数 2021年的琉璃,无疑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成义和元兵炎推上了高位 然而,因为云歌党当场拆CP,成了CP结榜史上最大的滑铁卢 2021年的琉璃,无疑将成义和元兵炎放在了高位 如果一部剧CP粉较多,管理层、平台、艺人团队等都会担心影响下层作品的播放 因此,这些作品将以不太方便用户的方式分拆 这是因为演员在网上有很多作品,并与各种合作伙伴合作 这就好像你击中了临界点,肯定会导致负面结果,多么不幸 事实上,CP粉也有不是真正的CP粉的时候 他们只是希望,即使所有的戏剧都结束了,他们仍然能够尊重彼此 成功案例可称为斯腾,涉及景田和张彬彬 只要公演是有原因的,他们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就会一直是斯腾 这对夫妇的印象,这对两位艺人的发展都是有利的 不要试图动不动就清理他,因为他已经处于可接受的水平 成功了,乔就毁了,没人敢再看戏了 白鹿被指挑书错条原作者已注意到 此外,下一部将在先严上演的剧集名为宁安如梦,由白鹿和张令和主演 这部剧的制作即将完成 该剧自开播以来就备受关注,演职人员甚至趁机为宁安如梦进行了直播 白鹿,张令和,周俊伟,王兴月,刘邪宁除了在剧中露面外,都在现场直播 透露了大量的剧情信息,事业男主灵他演变成冷韶,甚至承认宁安如梦一共36集,期待女主喜欢前20的男二剧集 在以这种方式呈现原作的同时宁安如梦很好地还原了原作 尽管这样的情节可能不会吸引一些观众的胃口 人们好奇宁安如梦将如何呈现,因为在这段时间里,男女主将开启极限拉动,这是看点之一,也可以认为是本作的看点之一 故事 另一方面,既然宁安如梦已经完结,自然也有部分网友对节目主创的后续发展感兴趣 而人们称白洛卫老模也不是没有道理,他已经组建了新家庭 乔姚的同名小说被改编成郭胡导演的电视剧走错了,目前白洛和王赫帝被列为该剧的主要演员 一切开始的时候,10月 另一个重要的知识产权IP正在准备适应大屏幕,但该项目尚未正式宣布 这个消息是真的吗?01 错聊的编剧关注白洛,他和女主从故事开始就形影不离 对于白洛和王赫帝将出演大错特错的报道 吃瓜不信的原则,让不少网友观望 另一方面,随着错了的原作者乔姚追随白洛的脚步 这些新闻似乎有些密不可分,至少女主有点稳了 既然男主还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那么错误的诱惑到底讲了什么? 白洛和王赫帝有没有可能在原著中饰演男女主? 错综章于2020年出版,并跻身当年晋江都市言情作品T.O.P.E.时 知名度有不同的程度,大IP的称号是天经地义的 以下是本书情节的摘要 我们的主角郑舒怡是财经周刊的资深记者 不幸的是,在他事业成功的巅峰时期 他的男友出轨了,让多年的感情付诸东流 原著第一章的主人公是一个最近被甩的少妇 又括号 当主角看到他的前男友和白莲华的现任女友蒸蒸日上时 他决心进行一项旨在报复他们两人的行动 这意味着一个人将扮演白莲花的小姨妈的角色 主角竭尽全力带走白莲花的叔叔 据传他开的是劳斯莱斯幻影 这样做是为了让他可以得到他的手 吃苦耐劳,只为当个小姑姑,艳雨劝告 女主为了追求男主,可谓是十八般武艺贯穿整个故事 男主在保持高冷性格的同时 也愿意忍受女主各种表达爱意的骚扰 冰冷的男主在多次被女主挑衅后 最终屈服于冷酷女主的统治 主角误以为他与小姑妈分享的复仇梦想会成真 谁能想到,从头到尾,他带错了人 男主的舅舅只是个司机 女主一不小心带了一位多金总裁 白莲华的舅舅是男主的司机 这是一个关于报纸头版,多金总裁和高冷的故事 虽然剧情有些陈旧,但还是胜过主角扬眼的品质 不工作的时候,他是个娇气的小工匠 工作的时候,他是个萨爽的精英员工 有很多说话,也有很多社交死亡的场景 这些元素共同作用,让男主更加撩人 完整的杀雕作品 而女主的性格是这样的,很符合白莲的一些性格 也更符合原著的人设 此外,在此前芒果TV招商会上错跳已经上市 尽管该剧将更名为爱的赢,但它仍将是一部S级当代剧 除一线卫星频道外,还将在芒果TV播出 剩下的就是等官宣了,白莲还是王鹤帝会演男女主 02,白莲被指控挑IP,尽管他将在2023年称霸一幕 由于错了的作者关注白莲,白莲目前是热搜的对象 从玄幻到古炎再到现代情侣,三个领域的优质大IP都为他挑选了 包括黑月光,昆宁,佐疗,双引号 这个项目有某种红色的生命,他会选择一本书 双引号 强烈建议你使用IP 双引号 很多网友都在评论里吐槽白莲选书有多好 考虑到白莲作为演员的工作,似乎是这样 除了剧本本身,任何重大的知识产权都能给白莲多点火 与伯乐玉正交往后,白莲从网红转型为演员 白莲的第一部电视剧朝歌制作但未播出,然而大摇大摆标志着他作为新人的处子秀出圈 招摇改编自九鲁飞翔的同名小说,是名副其实的大知识产权,吸引了白莲和徐凯两位新人 这两个角色在剧中的表现非常出色,然而,白莲作为魔头的表现却比其他人更令人印象深刻 不幸的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戏剧最终落入未完成类别 从此,白莲和罗芸汐的半秘半伤无疑成为了重要的知识产权IP 尽管没有发生明显的爆炸,但也算是小伙,在白莲和罗芸汐的《长月于尽》的第二场比赛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毫无疑问《人生如旧》和《一生一世》是白莲演艺事业的转折之作 尽管白莲在该剧的演艺圈内拥有大量拥顿,但红裙更是直接封神 此后的时间里,白莲连续成功推出三个大IP 未播出前,改编自《黑月光池》B1剧本的《长月于尽》就获得了可观的人气 看完有钱黄维,人们的眼睛都亮了,但仙侠剧《黑暗》的画风也变了 在整部剧中,白莲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美丽造型 由于新闻机构的持续报道,人们已经期待路透社很长一段时间了 热门女主剧《宁安如梦》改编自中国原著昆宁 在剧中,白莲将是打开后宫的人,但后宫实际上是由一群有魅力的男性和女性组成的 剧中,白莲被描绘成多种精美造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 重生是一种改造,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挑战,因为个人的前世是一个恶棍女主角 此外,等《宁安如梦》终于完结,白莲将再次成为错了组合的一员 虽然是另一大知识产权,但主角也有搞笑的性格 而正如网上人士所指出的,白莲成功地完成了三个不同领域的转型 从《长月于尽》的幻想开始,到《宁安如梦》的古木偶,终于到了错跳这个词 三部剧都是重要的知识产权,主角是个讨人喜欢的角色 网友评论白莲选书有多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即便不出意外《长月于尽》和《宁安如梦似幻》都将在2023年引起观众的注意 由于拍摄周期比较短,很可能误入歧途也将在2023年出来 如此一来,白莲在2023年可能会有三部作品呈现给观众 更何况它将跨越优酷、爱奇艺、芒果三大平台,以达到合适的屏风水平 统治 双引号 已经拥有爆款的还有歌曲《龙月于尽》和《宁安如梦》 当你考虑到白莲早些时候拍摄的重要IP镜头时 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它被单挑出来称赞它的好眼光 你觉得白莲选的出于有品味吗? 您最期待哪个White Deer项目?为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